巴山业余掌秋迟 但白天还是很清爽的 大家好 我是牧城 正在西部博览城 第24届成都国际车展的门口 电气化 智慧化的趋势 以浩荡而来 那作为国内四大车展之一 本次成都车展 有哪些重磅新品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点了 全新奔驰C级在成都车展上 终于发布了 它全新的中网大灯和包围 就更有进攻性一些 车标原来是可选的 后来就不可选了 但现在又是可选的 然后新款的2021C级 它的轴距要比原来尝了一丢丢 那这样全新的外观和类似 它会是你的菜吗 作为国内最受欢迎的 豪华中级车之一 它又会获得怎么样的市场成绩了 这个就很熟悉了 因为我在大学里 教了半年的新媒体艺术 登注了在呼吸 涌动向上飞跃的感觉 那带来一种律动的生命力 和智慧生长的空间感 快看 这个概念车Aero 它的外壳是非常有艺术张力的 然后这个里面呢 座舱里面是四个沙发 面对面的 那中间摆一个桌子 可以打麻将 港上开花 这个才是成都人的八十身后 自己的设计呢 还是蛮吸引我的 都是真大师级手柄 那这个呢 是Hetherwick Studio 像纽约天梯Vessel啊 谷歌加州新总部啊 非洲艺术中心啊 种子圣殿啊 和上海复兴艺术中心 都是他们的手柄 Hetherwick的设计理念 是情感共鸣 他们给自己的创作思维 是让人工智能驱动艺术 外观类似 包括这个充电桩 都是Hetherwick设计的 怎么样 帅不帅 像拉斐尔茶啊 晒上黑啊 毕沙罗白啊 这些名字一听 就很欧伦古典 还专门做了曲线设计 如水波轻样 而国际知名的TeamLab艺术团 也将作为自己的 汽车艺术合伙人 他非常厚现代 多元灵动和绚烂 Hetherwick做的是建筑艺术 而TeamLab致力于数字艺术 自己正在做的是 把建筑数字艺术的理念和设计 融入到驾驶者 可以感知的移动空间 有没有乔帮主 站在科技与人文 十字路口劳二了 下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自己L7 外形设计转不转 轮廓和腰线非常畅快 这个前脸还是很有进攻性的 尤其是Icon M日间行车灯 带给人一种灵力的感受 日间行车灯的显像屏和尾翼下方的LED长屏 遥相呼应 可以和其他交通参与者互动 全鱼底盘的轻量化设计 百公里加速3.9秒 标配93千瓦容量电池 后驱700公里的超长续航 那前几天呢 我提了标续版的Model Y 说是525的NEDC续航 但实际开下来 我们预估只有350左右 所以续航到底怎么样 还是要看实际表现 超流线的车身 风阻系数只有0.21CD 要知道这个成绩排名量产车 全球前三 比保时捷Taken还要低 风阻了对汽车性能的影响非常大 那0.21超低风阻 对加速操控和能耗的表现 都会有加持 做一款长5.1米 轴距3.1米的大型车 那质截L7标配左右共12度的四轮转向 和毫秒级CDC电控减震 11千瓦的Super Fast Charge 39英寸升降巨频的豪华类似 还有终身免费的智能驾驶系统 尤其是它帅气的颜值设计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那真车交付时会怎么样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众终于在国内引进ID3了 家用脸箱造型 那车长是4.26米 轴距2.76米 比高尔夫轴距长一丢丢 最大功率是126千瓦 最大续航430公里 我人坐上去 我板正了的状态是刚好 头会顶到这个鼓顶的 所以这个空间 但我腿部还是有空间 所以这个空间还可以 还凑合 那目前呢 这个ID3的正式售价还没有公布 那之前呢 在欧洲市场了 这个ID3要比Model 3 要便宜9万左右 所以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合资车 我觉得它的售价应该在 15万左右会比较合适 那之前呢 在中国区了这个ID4 ID6 卖的并不好 那这个ID3的表现怎么样了 就看它的价格了 保定陆地巡洋舰 它来了 坦克500 长城自研的3.0T加9AT动力总成 并且搭载了BH9 跟新的四驱系统 那类似豪华 配置高级 那在国内严苛的排放标准之下 那全新的陆巡和普拉多 暂时无法进入国内市场 所以这样的国产全新的 这个豪华SUV 会卖的好吗 看啊 我特别喜欢的甲壳虫 炸湿了 欧拉发雷猫 那外观复刻了大众初代甲壳虫 和甲壳虫最大的区别 就是多了两个门 还有个不方不圆的大灯 轮毂和后视镜的样式 还是充满了复古的气息 那续航了是300公里左右 其实它主打的是一个女性的市场 但是我做一个男生 我特别喜欢的甲壳虫 这个可能是由女孩子买了 所以你觉得你喜欢吗 那比亚迪E3.0平台的第一款车 海豚发布了 说是采用海洋美学 大家听这个海豚也能感受到这个感觉 那虽然说是一个小型的纯电车 但它2.7米的一个轴距 我感觉在空间上可能和飞度 说不定还有的一拼 后座我1米84坐上去感觉一下 我坐直了会顶到这个顶 所以是会稍微 但是腿部的空间很充裕 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头顶的空间就不够了 我184我腰都直不起来 会顶到 后备箱还不错 那所以了它续航低的301 高的是405 那现在的预售价格可能在10万左右 我感觉上市后的这个价格应该会有下调 我觉得应该会逐步稳在7万5到10万5左右的这个区间吧 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再等等 我挺喜欢这个颜值的 50红光迷你一位火了那么久 那奇瑞QQ的电动版终于来了 那当然这个现在只是这个模型或者叫原型车 它现在什么参数都没有 但是从外观上来看 真的跟50红光迷你一位很像 大家觉得哪个更好看 我觉得那个50红光迷你一位做的外表 它这个没有模仿到精髓 坐进来我是1米84的身高 对女孩子来说我腰完全顶直都撞不到顶 所以这个前面是够了的 然后这儿呢是一个梳妆台一样的感觉 那后面的人坐在这儿呢就可以把腿搭在那儿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贴心的 打个比方 就像你是一个贴心的女朋友 那我作为你的对象 我躺在后面脚搭在这儿 完全是贤妻良母 少女以上 妇女未满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所以说是一个车里的类似 目前这个是一个比较女孩向的一个状态 它的车身呢 要更方正一点 然后大灯和尾灯的设计呢 比奇瑞QQ是有传承的 然后并不是基于老的QQ平台 有改变 而是基于新的奇瑞I-Car平台打造的 所以当年的奇瑞QQ 是奇瑞的巅峰之左销量过百万 一举把奇瑞送到了第一的宝座 那现在这个奇瑞QQ冰激凌能不能让奇瑞再创辉煌呢 要看它的价格是多少 续航是多少 能不能针对50红光mini EV去打了 这一次成都车展的看点还是不少的 我们带大家看了奔驰新C 智姐L7 坦克500 巴雷猫 凯臀 那像电气化 智能化 平民化的趋势 我们可以感知到越来越明显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新人员和造车 新势力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 没关注的还可以随人关注 那我是沐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